在神奇2017年有这么一部动画 如果不接吻就会死掉 有这种神奇设定就代表着此番注定不是简单活色 而最少的操作还不是这个设定 一句话概括就是 三角恋不如四人行 男主在一天日常宰家的时候 发现有个美女死神古丽突然闯进了家里 古丽说他把男主的名字写在了亲文日记上 如果24小时不接吻那么就会暴毙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男主的想法就是 这女孩看起来好像还挺可爱的 妈妈说长得好看的女孩都会撒谎 果然古丽说暴毙的不是男主 而是男主不接吻 古丽就会暴毙 这么主动的妹子换做屏幕前的老绅士们 怕是早就为了拯救女孩 做出了某些糟糕的举动 而男主就不像我们这般正能君子了 他先是欲擒故纵将古丽丢了出去 果然古丽不想死 只能此财难大的黏着男主 最后呢 那就 那就亲一下吧 一阵乱啃后 男主才知道所谓的亲文日记的真实作用 原来古丽不是要男主亲他 而是要男主找一个人去亲 为了给他做一次演示 古丽在亲文日记写上了首相和议员的名字 电视上竟然出现了首相和议员乱啃的画面 在糟糕的画面上男主才反应过来 那他 要和谁啃呢 又不会是个男的吧 本来古丽真的是想让两个帅气的男生乱啃 他写错了名字 写成了男主 所以就让男主找个人去啃 作为笔记本的主人 如果24小时内写上名字的人没有亲吻 那么他真的就会暴毙 而且男主也会一辈子投不了单 于是为了配对 男主只能带着古丽来到学校寻找接吻对象 男主一直有一个喜欢的女生小倩 说这个小倩就涉及到了某些学问 因为她的身体结构和别人比较不同 每一次她的出场就会让人感慨 哇 而次元真的太美好了 而巧的是 小倩竟然也喜欢着男主 并且她外表看似活泼开朗 其实私下却是一个超级浮黑女 并且对男主有种病娇的爱 本来古丽是不会被小倩看见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小倩却可以看见她 于是小倩的病娇就展现出来了 因为所有喜欢男主的异性 在小倩看来都是敌人 最要命的是 她还听见了古丽和男主接吻的事情 于是她就出手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冲向了男主的方向 眼睛手快的古丽 急往推了一下男主 以至于古丽就这样被当头一批 但是作为时能她根本就不会死 可她担心男主还没有接吻就被批死 于是急帮蛋的男主离开 而男主也在担心小倩生气的后果 这照剧情出现了一个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操作 很难小倩出现在顶楼 我以为是启动什么追杀模式 豆腐或者台价电冰箱 我都能接受 但是小倩就这样从屋顶轻松的跳下来了 她跳下来了 我操 感情男主身边不是神 就是超能力少女 到了此刻我才深深明白 原来这不是笑人青春搞笑翻 而是校园超能力搞笑翻 而接下去的操作 更是让人佩服编剧的脑洞 如果你也受不了这种剧情的速度 不妨把嗯嗯嗯 打在公平评论上 直接鼓励被小倩这穷罪不舍的态度 感动了 没错 她感动了 你要杀我我还得哭 神的逻辑果然跟别人不同 其次 古迪将小倩的名字写在了亲文笔记上 于是男主和小倩就这样在1980 乘了1080的屏幕上乱啃起来 这还不是最骚的 只见古迪巴拉拉小魔仙全身变 呼卡拉魔仙变 原来古迪并不是死神 而是爱神 她掌管人间爱情这么多年 尤其在看到男主和小倩之后 她觉得特别有意思 于是就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了亲文笔记上 然后当着小倩的面就上去吻了男主 主要是想体验一下三角关系的感觉 到底如何 毕竟会喜欢看两个男生乱男的爱神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爱神 而被爱神主动亲吻过的人会获得一层buff 那就是刀枪不露 于是小倩可以疯狂报复解开心头怨恨 本因为看头高冷一下 后续剧情就是围绕三人的搞笑之常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编剧实在太防飞自我的 因为她建议三角恋不独四人形 于是为了给这段开中传奇的恋情 载天异弊 所以第一次个角色就出场了 她的身份是小倩同父异母的妹妹 她偶然间听到了亲吻笔记的事情 于是 趁着鼓励没注意的行光抢走亲吻笔记 倒在笔记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原来她对自己的姐姐垂言已久 甚至不惜将自己名字写在了三人的后面 可是没想到除了爱神写的名字才会生效以外 这意味着妹妹这场突袭等于白干 她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谁就鼓励 又被感动了 所以就定成全妹妹的操作 将妹妹的名字写在了亲吻笔记上 从此三角链就变成了死人形 妈呀真香啊 而妹妹在达到了目的后 就期望要去亲吻自己的姐姐 可是被石头绊了一下 阴差阳错就亲上了男主 咻啊 如果说接下来的剧情里能猜到的话 那无非还是三人日常变成四人日常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结果新的联务登场 她是小倩的表姐 表姐的长相清楚能落 两人看到第一眼就会想保护她的欲望 因为鼓励的妹妹两人看了一家历安诊所 所以表姐她得知了亲吻笔记后 就找到了男主想帮她约会成功 结果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主竟然被表姐骗了 她螺螺的外表下 竟然隐藏的是一个黑暗的心 只见表姐偷偷带着男主去小黑屋 然后埋下的陷阱一下就绑住了男主 之后表姐就展现出了自己本来的一面 原来她有特殊癖好 那就是夺人所爱 叫她准备和男主搞黄色的时候 小倩其实破墙了路 谁知表姐的实力太强了 我逐渐忘了这是一部恋爱搞笑翻 乍一看这难道不是奇万超能力翻吗 而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最后表姐放过男主和小倩等人 哦不对 是男主被玩死了 真的死了 玩具都没了 她的游戳也没有意义啊 小倩为了附和男主不停地亲吻 可却一点用都没有 而死去男主灵魂将真的飞到天上 还将有传说中的神明 就是古丽的爸爸 古丽爸爸问男主想不想让古丽做爱神 而男主为了人类安危拒绝了 可是天神是世袭制的 所以男主拒绝也没有用 那你为能别挖这个问题是冲一下小啊 而古丽爸爸因为出轨 被老婆抛弃 但是古丽爸爸能救生我洒脱 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因为他这只是博爱 好一个博爱 来来来 把嗯嗯嗯 打在公平评论上 感情神对海王是这么理解的啊 而其实男主也并不是被表姐玩死的 只是鼓励爸爸想问男主一个问题 所以得找个理由让他死一下才行 哇 这神也太草率了吧 老爸想让谁死就让谁死 女儿想让谁接吻就让谁接吻 那老妈岂不是 哎哎哎 我有画面了啊 其实古丽爸爸是想让男主教会古丽什么叫爱 甚至不惜下跪请他帮忙 而没想到来自地狱的大魔王 也希望男主可以帮他一个忙 那就是怂恿古丽下地狱 因为他看过古丽口子的死神实在太可爱了 如果有这样一个死神 那么来地狱的人一定会更多 感情这些神真的是太不靠谱了 主的换成后 男主就被他们送回了房间 复活了 而说到那个亲吻笔记 其实他之前就因为一次意外要被烧毁 但是爱神并不是只有一个 古丽的同行因为辞职了 所以就把自己的亲吻神器送给了古丽 是一款升级版的亲吻神器 就在我以为剧情会一直这么快乐下去 编剧却给我帮投一棒 小千的妈妈在得知小千恋爱后 就强迫他必须和男主分开 因为家族的压力使他不得不这么做 所以为了拯救他 让四人行团队不这样分散 男主他们一会就准备去救出小千 小千对男主的爱实在是太强烈了 最后为了心中所属 他违背了自己母亲的意愿 选择了男主 而从目前来看 小千显然是正宫 他不反感鼓励的加入 但是他感觉鼓励就是觉得好玩 如果没有爱 何必这样下去呢 国丽虽然嘴上说自己喜欢男主 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他开始更关注男主和小千的相处 总感觉自己好像可有可无 加上表姐突然出现所有鼓励 要会消失一段时间看看男主表现 结果男主虽然一直在寻找 可是在真的找到鼓励后却是一通抱怨 不允把男主真实含义的鼓励 竟因为这个原因而堕落成了躲天室 而这些竞权是大魔王和标借两年的计划 标借为了加入第一支营也是不择手段 你还别说 躲天的鼓励好像更好看呀 同次鼓励的工作就不再是爱神了 而是开始收割人类的爱 先是管家开始怪罪男主不顾其鼓励感受 可是男主却认为自己没有错 不要什么事都怪到我的头上 阿推 渣男 如果换做屏幕前的老绅士们 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去把鼓励劝回 破一剧情发展 所以男主还是必须去找回鼓励 男后一会儿就来到地狱找鼓励 一帮人使劲劝回都没有用 成也表姐 败也表姐 不管男主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 谁知表姐全让鼓励说讨厌男主的话 结果鼓励发现自己根本说不出口 他顿时明白了什么叫爱 原来这就是爱呀 即便他不喜欢我 他讨厌我 他恨我 我都舍不得伤害他 算了算了 果然自古扎男 非美能 鼓励也因为认亲了爱 而从多天室变回了天室 而让鼓励认亲爱的也不是男主 是表姐 所以鼓励特别感谢他 于是他决定也打算让表姐加入后宫 嗯嗯嗯 我照视频前的你已经拿起手中的刀 如果说成哥是我们一代人的楷模 那么这部番男主 就是我们所有男生的公敌 动手吧 杀了桃之助 一部高开第一所作品 前期颠覆恋爱框架的设定 确实是很吸引观众 但是后续的操作开始逐渐俗套 逻辑对这部番根本不存在解释 那些吐槽这部番剧 打破恋爱美好的观众也多少能够理解 但是 后宫番本身就需要在辛勤的脑洞下 才能脱颖而出 卖斗也是需要技巧 提不准喜剧作品 我实在没看出什么人生哲学 但是 搞笑 他是挺认真的 可能有些人可以脑补出一些哲学文化 毕竟当初牛顿被苹果砸到 可以想到网游引力 如果是我被砸到 可能就是 诶 这苹果还挺红的 或者是 赶 他疼死我了 本身就是喜剧作品 所以不喜欢的人 其实也没必要恶言相向 发现很多后宫作品的评分 都不是特别的高 看过最多的评论就是两句 下三段的作品 我值得浪费时间去看 也或者 又是一部窄男废宅歪歪的 打击一番 给差评可以理解 但真的 没必要留下这种评论 是的 你可以把少年当成一个死宅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丢人 更何况这种类型的作品 真的让人看得很轻松 不需要考虑太多 笑 就完事了 嘴下留情 看得开心才是重点 你不开心没去呀 起码有人看得很开心 那么这部作品 就还算OK 神作 称不上 但不至于 下三难 啊 我这糟糕的三观 可能有点爱喷呢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 九级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 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请点赞评论